菩提者 这是什么解释菩提的样子 暗落即日 菩提者乃无上佛道之灵 菩提是梵语 梵诚中国意思是佛道 佛就是菩提的意思 佛是菩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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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佛道 华阴经上 妙诀如来才是无上佛道 成为大菩提 修佛的人 在金教里有个名词 叫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可以翻 完全可以翻 他没有翻 还用翻文 音译过来 这当年在翻经体力里面 称之为尊重不凡 学佛的人求什么就求这个 求的是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是求生观发财 而只求这一样东西 这一句话翻过来 叫无上正登正求 阿翻作五 六多罗翻中国第四是上 三是正 三是正 苗是正 正登 下面是三菩提 三是正 菩提是具 所以正过来翻是无上正 正具 学佛的人求得着这个 你还有别的需求你搞错了 别的需求是什么 六道里头的 二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六道里头没有 六道里头 这个十四圣法界里头 有三菩提 就是有正等正确 没有正等正确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 原觉菩萨佛都是正确 不是正等正确 正等正确了 要破无名 正法身 正得法身了 那叫正等正确 正等正确是谁呢 华言经上 四十一位法身大司 都叫正等正确 那无上呢 无上是妙具 只有一位子 妙具是真正成佛了 就近圆满佛 正等正确呢 是分正之佛 正确 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 那叫相似之佛 还不是真的 相似 相佛 不是正佛 是法界里头的佛了 天员太大事 智者大事 跟我们讲的 是否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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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正确